各位同親手機有沒有關靜音 好謝謝 剛剛下課很多人來問我問題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剛好我是學這個專業 在學各個國家的人格特質 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格特質 日本人比較多的人格特質 我針對一個問題來回答 因為剛才有同心在問我說 我長輩在說 那學生的時候 日本人對我們很差 日本人對我們比較好 不管怎麼樣我跟各位講 就民族性來講 中國的統治者 他喜歡去壓榨他的人民 他的人民通常都會忍耐 因為是中國人的民族性 所以他每個時代的改朝換代都是 那個皇帝 已經倒行逆施 就像那個說什麼 沒飯吃怎麼沒吃肉 都有一種皇帝出現的時候 所以中國人是你生存不下去他會反抗 你只要他有一口飯吃他不會反抗 可是日本人不是 日本人要求的是公平公開公正 他的人格特質裡面就比較多的理性 所以他在領導他的國家的時候 都會比較一板一眼 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在台灣就可以看到 在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在統治台灣 包括現在日本 他們在日本的國家 你會看到日本的街道幾乎沒有交通警察 他們除非有事故才會有警察出來 一般上下半時間 平常時間不會有交通警察 我在日本非常多的時間 我看不到交通警察 那台灣呢 不但有交通警察 不但有易交還有學校的導護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在指揮交通 所以中國人現在教我們 跟日本人教我們完全不一樣 日本人是給我們公平公正公開 所以對很多事情 我們知道只要守法 只要守規矩 他就會很公平 在中國不是喔 我不管到世界各國 參加自助旅行 還是跟團 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 就沒有人會排隊 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 就沒有人會排隊 這是真的 你本來乖乖在排隊 你剛才有中國人 你沒辦法 因為你乖乖在排隊 你永遠吃不到 他們好像蝗蟲過境 然後到一個餐廳裡面 你在那邊排 他就一直給你插隊 一直給你插隊 到處都是他的親戚朋友 你頭前本來在一個中國人 你本來想說你排第二的 奇怪 過一小時你還沒拿到飯 那一個中國人可以吸引 上百個上千個中國人 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 你光看看齁 他們那個時候齁清朝入關 開始統治齁全中國的時候 康熙他本來想要讓他的子孫 讓他的臣民 讓他的國家的人民都可以過很好生活 所以康熙死的時候 他留下遺言 拿四個字 他留下四個字 他留下四個字 給他的那個 兒子子孫 叫做永不家父 永不家父 什麼叫永不家父 對這個叫睡 他跟康熙康熙跟雍正跟乾隆跟家慶全部都跟他們講 以後全中國的人都不能給他加睡 要他們生活吃得飽 睡得暖 穿得好 讓他們封衣足食 所以不能加睡 雍正很例行 可是到乾隆 阿公公的話 阿公聽孫 很遠了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乾隆好大喜功 他要當十全老人 他要大大小小征戰數十回合 他又要蓋那個 又要被和聲A很多 又要蓋好的房子 他什麼都要用好的 吃好錢好擁好 那錢有夠開 所以和聲就幫他想辦法 從那時候中國開始爛掉 一直爛到現在 和聲跟他講說 很簡單嘛 那些判死刑的人 他如果不想死 他又有錢 那我們用錢來買罪這樣好不好 所以出現了叫做義罪銀 最可以用錢來買 本來破西行十萬牛 破關三十年 你如果給他一百萬牛 不用關 有錢好辦事 義罪銀 錢又不夠開 打仗也要花錢 又不夠 沒關係我們還可以買關 你要戴那個紅色的 山領的頭頂帶 一百萬牛 所以他們那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叫做 三年青知府十萬雪花銀 你如果做關 你要去買關五萬牛 三年給你賺誰買回來 三年給你學生錢 買關的錢又買回來 接下來過路要過路費 買房子要繳稅 什麼通通要稅 一百萬元 開始出現了清朝萬萬歲 一直傳到中華民國也萬萬歲 這就是中國 我請教一下各位 你喜歡生活在一個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一個環境 還是喜歡在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環境裡面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中國人到法國真的 他們常常在國外丟臉 有一個中國留學生 早期跟我那個年紀一樣到法國去留學 成績非常的優秀 然後呢 那時候法國這樣要拓展中國的企業 每個人看到 中國留學生會法語 又在法國的名校畢業 哇這個套重的 但是他應徵 他應徵IBM 應徵那個微軟 應徵什麼公司都應徵不上 每個人剛開始看到他履歷公 他說這個人材很優秀 他最好動不了 比如說他去應徵惠普 惠普跟他講說 好我們看好履歷以後會再通知你 他就說你們不會通知我 就直接跑去找人事主管 為什麼 你們看到我的履歷都這麼好 都說我是可以中法通商的好人才 為什麼到最後都不用我 然後那個人事主管就說 你真的要聽原因嗎 然後真的 他說 因為 法國 坐地鐵 坐高鐵 不用買票 不是不用買票 不用驗票 他買票直接進站就好 然後我們查到 你曾經有兩次 逃票的紀錄 他就跟我一樣的表情 這樣兩次而已啊 才兩次你就不用我 他說 我們查你 逃票的紀錄 第一次是你剛來法國一個禮拜 我們可以原諒你 當作你不熟 我們的戰務人員也親自教導你 到哪裡去買票 到哪裡進官 結果過了一年 又被抓到逃票 雖然之後沒有抓到 但是我們假定你那一年通通沒有買票 所以我們抓到你兩次 但是我們算你逃票上千次 他說 他說 他被抓到了 中國人就開始找理由 他就會找理由 我就留學生 我就沒錢 你也知道 你們自己的政策那麼寬鬆 你們又不嚴格 讓我們找到機會 可以鑽漏洞 他說對 這就是中國人的習性 我現在如果要派你到中國去 代表我們法國到中國去拓展 中國的業務 我們可能授權給你 100萬美金 200萬美金 300萬美金無上限 這些額度讓你在中國經商 我們怎麼知道你會繼續逃票 還是你改過自信 我們不能冒險用你 這是中國的民族性 他們到哪裡 都會想辦法鑽漏洞 我在講 我們被中國人訓練很久了 我們台灣有教授親自 他到日本去留學 到日本去做講座教授 結果他那時候要飛到日本去的時候 飛到日本 當初在日本接待他的是一個台灣教授 也是台灣飛過去的 他開著豪華的教車 來接那個台灣來的教授 帶他逛東京 帶他去講學 一個禮拜以後 他很高興的回去了 吃好錢好 他說 那是本來招待真的高規格的 他第二年又到日本去講學 他飛到日本 這次日本大學派了日本的教授來接他 結果日本大學的教授 竟然在地鐵門口等他 你怎麼沒開車 你高雄不是都很好 他說 東京 東京停車會不好找 所以我沒有開車 他說 去年那個中國教授 去年接待我的台灣教授有開車 他說很簡單 他說很簡單 你先租個車位 然後買一台車 買一台車 再把車位退掉 因為東京是規定要有車位才能買車 再把車位退掉你就可以開了 然後他就說很簡單 很簡單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日本人 那個日本教授跟他講說 我如果要這樣的話 我媽媽住在鄉下 我可以用我媽的名字 買在東京開 可是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他們在心裡面就覺得 你訂了法律 我們就要守你的法律 這是大家公平的 這是中國跟日本的民族性的差別 在中國有一篇文章 他得到高中畢業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得到高中畢業的那個什麼 作文比賽第一名 他寫的是誠信漂流記 誠信漂流 什麼叫誠信漂流 他講說 他們寫的那個 中國寫的出的作文題目叫誠信 誠實跟信用 結果有一個中學生說 有一個誠信 他就跟一群人出去海外玩 結果那個船翻船了 他就在海上漂流 然後他看到一台船 船來那個船長上面寫的權力 然後他就說權力 權力你可不可以救我 他說我不能救你 要有權力就不能有誠信 所以我不能救你 然後他就繼續漂流 然後看到一個地位 地位你能救我 他說要有地位就不能有誠信 有權力要有地位 你要有權力有地位都不能有誠信 他後來快要淹死的時候 看到時間老人把他救上來了 時間老人把他救上來之後 他就說為什麼權力跟地位 他就不救我 他說權力跟地位都是一時的 只有誠信 你才是永遠的 他們回去的 再回到岸邊的路上 就看到權力也翻船了 地位也翻船了 中國一天到晚都抓到貪官 他的貪官永遠抓不完 這是誠信的問題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要知道我們本來是一等的 一流的世界公民 中國來的時候把我們變成二流 三流的世界公民 我們開始會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我們開始會想辦法找關係 有了關係就沒關係 這很悲哀 你發覺到國外都行不通 到國外都行不通 在台灣都可以這樣暢行無阻 任何事情 你只要找到門路 找到關係 找到某個公務人員 最近的一個這麼風度翩翩的 退休的白手套 蔡教授轉為污點證人 今天的新聞 你看他這樣退休教授 還是被中國污染 這是中國給我們的教育 各位知道像德國的教育 我再講中國的教改好了 台灣的教改改了20年 本來是想讓台灣的補習班 減少 台灣的補習班在20年前有2萬家 請問一下各位 20年之後教改了 現在直接12年義務教育 台灣的補習班是變多還是變少 變更多 變3萬多家 好奇怪 可以直接念12年的 為什麼補習班變更多 我女兒要去徵選一個大學 以前本來只要參加一個聯考 現在光那個資料準備 就會分開有錢人跟沒有錢人 有錢人他可以準備五六個資料 可以全台灣跑到每個學校去參加 針釋 推增 繁星計畫 那沒有一些資金怎麼做出來 做一本 做一本的那個自賺 就要五百塊 做個五本 去五個學校推增 就要2500 再加上交通費 加上時速 一整個連招 然後現在推 現在繁星計畫 然後更可笑的是 老師在繁星計畫在推增的時候 一個劍中的男生走進來 他說你可不可以談談你的失敗經驗 他說我們二年級的時候 我們一年級我們全校參加什麼比賽 然後二年級我們輸了 所以呢我們三年級又要重新再來 我們重新年級 所以三年我們又贏了 這是我的失敗經驗 我覺得失敗為成功之母 下一個北一女的進來 他就跟北一女的 可不可以談談你的失敗經驗 他說我們一年級參加什麼比賽輸了 然後二年級 然後三年級 怎麼講的 跟前面劍中一模一樣 參加的比賽也一模一樣 他說你們參加同一個比賽嗎 沒有 我們是參加同一個補習班 補習班老師這樣敢打 背出來都叫公版 阿多黑老師問兩個學生 一模一樣的問題 然後聽到兩個不同學校的學生 講一模一樣的答案 而且那個時間地點 通通一模一樣 背的真的滾刮爛手 他們是要參加醫學院的考試 請問一下 像建宗北一女的學生進到醫學院 他會有醫學倫理嗎 他會懂得醫人嗎 永遠背教科書 這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你知道德國的教育 小朋友六歲之前的學習是學什麼 德國的憲法規定 小朋友六歲之前學的教育是學什麼 各位知道嗎 第一個 學做家事 第二個 玩 有一個猶太人 他的小朋友在德國念書 他說我小朋友是天才 教老師提前教他 他們老師就不肯 他後來去查到德國的憲法 他才知道原來德國憲法規定 小朋友六歲之前 只能玩 只能學做家事 結果德國的諾貝爾得獎 諾貝爾得主是全世界的一半 德國的人口 三四千萬人 全世界七十幾億人口 他的諾貝爾得主 一半 是德國人 諾貝爾獎 所以是誰的教育出了問題 日本現在在講 有一本書叫做學習的革命 日本現在在講協同學習 人家都在成長 我們是越改越大洞 越補越大洞 現在不敢 誰敢不讓自己的小朋友補 然後呢 誰賺更多的錢 補習班 所以我發覺 我強烈的懷疑教改是補習班老師 他們去研究出來的 就像中國人 他一直在打壓我們 其實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國球是什麼 棒球 不是嗎 那從日本傳過來的 叫野球 因為是日本傳過來的 他毀不掉 所以他一天到晚 讓職棒出現假球事件 他希望直接消滅職棒 結果台灣人越挫越勇 奇怪 棒球他消滅不掉 你會發覺到 很多中國人 他們都很清楚知道 剛剛在講撤退這些 我們認識國民黨裡面的高層 他們都在講 他們都已經在做動作了 很清楚 只是不能讓底下人知道 所以他們在做的事情 都只能做不能做 他們都只能說 這都有很多的實際的例證 所以 你遵守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救星災和平條約 你遵守這些 你可以游離走遍天下 你不遵守這些法律 你講情感台灣 政治台灣 寸步難行 中華民國一直在講波子坦宣言 講開羅宣言 各位知道什麼叫decoration 什麼叫宣言 現在兩軍交戰 我如果是麥克阿瑟 我說我要打官島 打贏就是我的 這叫宣言 打完之後 官島變成我的 要怎麼樣 要建立一個條約 所以條約大還是宣言大 所以不要聽某個民進黨高層 叫蘇什麼某某的 他講說 那個究竟在和平條約已經失效了 如果要失效 你就要向那個下官條約 馬上再定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後令押前令才會失效 那個前面定的說 那個遼東半島 台灣澎湖各讓給日本才會失效 他重新再定一個條約 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台灣跟澎湖 繼續各讓給日本 那他有失效嗎 他沒有失效 他一直到現在都有效 所以各位很清楚 如果有人在跟你講 當你學會了 學清楚了 學通了 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下官條約失效了嗎 如果下官條約失效 定立像一個遼南條約 推翻下官條約 他有沒有推翻下官條約 他有推翻下官條約 他沒有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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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田中 他沒有推翻 他沒有推翻 他不上來 我更加個人胡亂 他不說 我以前去郵 evidence 然後去支付 你們去管 自己保護 把法國市民波蘭市民都接進來 然後讓法國市民跟波蘭市民在倫敦打架嗎 他們可以這樣嗎 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就地合法 對他們沒有辦法就地合法 我剛剛講話有陷阱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他從頭到尾都不能就地合法 他只能回到 中華民國只能回到北京 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幹掉 他才會變成真正的中華民國 他如果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趕出來 他永遠回不去了 他早就在南京寫了 1911到1949年中華民國 什麼叫1911到1949 如果 美國如果是1895年建國 類似這樣1895年dash 後面會有數字嗎 美國滅國了嗎 沒有啊 他會不會寫1895到2014 如果美國這樣寫1895到2014 表示現在已經沒有美國了嗎 不是嗎 所以你可以在南京看到 南京的石碑上面都寫 1911到1949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建國38年 38年之後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這叫歷史朝代的推延 100年200年以後就會知道 所以中華民國在世界各地流亡 在世界各地流竄 他只是剛好被他抓到一個機會 日本天皇暫時放棄台灣的主權 他把台灣的主權 suspend 這剛好被他抓到 所以在這裡苟延殘船69年 所以蔡財源蔡老師常常會講 我們台灣沒一個人 當初中華民國的軍隊 他們也落跑到越南 他們都怕蘇招牙 他們都會轉進 怕蘇招牙 然後轉進到那個越南 10萬 20萬大軍在越南 那他們為什麼在越南待不到半年 就被趕走了 因為越南有一個叫胡志明 這個胡志明呢 他去找了法國的軍隊 所以當初法國統治越南 你幫我把中國軍隊趕跑 我給你好處 所以他就把中國軍隊趕跑了 我們那時候剛好沒有辦法 叫日本軍隊趕跑 幫我們把中國的軍隊趕跑 然後美國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找到幫忙 因為美國是軍事佔領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 不使用武力 不使用暴力 但是我們用各種方法 讓流亡的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我們真的用盡所有的方法 就像現在各位的 我們越來越多人知道 當越來越多台灣人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越能接受 這個叫做真實的情況 不會再任賊作婦了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是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推動的事務 我們不合作也不配合 今天只要各位 我們為什麼要是各位宣傳 今天只要各位繼續投票 他就有可以跟全世界講 還有很多台灣人都支持我們 來這邊管理台灣 因為他們都來投我們的票 當我們台灣人 通通不去投票的時候 他就沒有合法性 就沒有正當性了 所以我們要開始宣導 大家不要去投票 投票等於在送錢給他們 根據政黨法規定 各位下一團 各位看到 一票30塊 政黨票50塊 一直給他們錢 他們越選越有錢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那個 那個民政府必修的教材 因為還有20分鐘 我希望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因為那時候美國 當對日本宣戰的時候 就一路打來 他那時候本來要打台灣 中途島 流亡島一直打過來要打台灣 為什麼他一看到台灣 他自動跳過 他開始實施什麼叫做 跳島戰術 各位如果看到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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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電影 當初我們的那個 三本五十六將軍 他到美國去 去攻擊那個 珍珠 美國的珍珠港的時候 他們本來擬定 所有的戰略計畫 而且美國人完全沒有發現 又在休假 第一個把他們的港口 全部的飛機 船都炸掉 第二個就是要炸他們的油庫 結果沒有執行第二波攻擊 因為他們有一個航空母艦回訪 結果他們去打航空母艦 如果那時候執行第二波攻擊 美國沒有那麼快 站起來 所以美國很怕日本 然後日本覺得台灣 是他很重要的戰略地位 所以他在台灣部署 第十方面軍叫做關東軍 所以當初 美國的軍隊 麥克阿瑟將軍 麥克阿瑟將軍 太平洋地區的總司令 他一看到 台灣的防守實力這麼堅強 所以他實施跳島戰術 他在1945年的3月26號 跳過 不打台灣 直接去打琉球 1945年的4月1號 就佔領琉球 成立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 1945年的4月當天 同一天 日本天皇下詔書 台灣人民擁有參政權 擁有參戰權 台灣從1945年的4月1號開始 跟全世界公告 台灣成為日本 永遠不可神聖分割的領土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永遠 所以從那天開始 台灣人就成為日本台灣人 從那天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因為他已經對台灣實施50年的黃明化的統治 他也統治整個全台灣 他跟我們的高砂族經過非常慘烈的戰鬥 我們的高砂族的那個 泰亞族的騎勞 他們曾經告訴過我 在我 因為我常常跑到那個 他們山上去跟他們講台灣民政府 之前的任務 他們說當初那個泰亞族本來 決定跟那個日本兵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滅族在所不喜 結果那邊長老開會說 到底要留下泰亞族的命脈 還是跟日本兵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請問台灣現在有沒有泰亞族 有 所以他們決定投降 所以那時候泰亞族本來很蕭勇善善 他們決定投降 所以那時候台灣整個統治了 日本人整個統治了台灣 那美國佔領台灣之後 美國佔領琉球之後 美國沒有佔領台灣 但是日本聽完宣布投降 他才佔領台灣的 所以那時候美國沒有佔領台灣 但是他佔領琉球 他要根據國際法 根據戰爭法 開始成立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 然後開始一直成立到1947年 然後成立很多的民政府 公國民政府 到了八重山 到了1950年6月15號 1950年12月15號 到最後1952年的4月1號成立琉球政府 所以美國軍事佔領琉球的模式是這樣 所以戰爭法推論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日本台灣 應該要台灣美國軍事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美國政府 然後呢 設立台灣民政府 結果他派中國來 中國佔領台灣 應該成立中國軍政府的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中國民政府的台灣行政長公公署 改制成為台灣省政府 或者台灣政府 他都做一半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台灣人混淆 到最後做一半以後 他發覺美國全世界還在打仗 南北韓戰爭 大家沒有時間去管台灣 所以要偷偷把台灣人 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讓台灣人開始學中文 讓台灣人忘記我們的母語 日語 1952年的4月28號 那時候就進行和皮條約成立了以後 台灣沒有指定收受國 所以呢中國殖民政權 在美國當局的認可之下 因為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到目前為止都還在軍事佔領 所以呢 因為代理台灣美國軍政府 所以繼續佔領日本台灣領土 他希望讓中國人來管台灣人 因為他覺得語言相通 他也不希望中國的共產黨進來台灣 所以他讓中國在這裡苟言殘喘 很簡單吧 他們認為那時候人命不值錢 所以把台灣人一些知識收 知識的那個知識分子 領導階層 把他們幹掉以後 台灣人就會變笨笨的 就開始笨了 一路笨到現在 你們現在醒過來對不對 好 所以中國佔領當局在台灣的兩面手法 第一個不順從 實施戰爭法 所以為什麼 228事件 美國一直都沒有辦法幫台灣平反 他說我用國際的戰爭法 因為他們想要叛變 他們不聽我們軍事政府的指揮 他用戰爭法 順從 他順從了 所以我在解放他們 他們自願成為中華民國國籍的 請問一下 有誰自願成為中華民國國籍的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各位 讓你重新選擇 你要當日本人 當美國人 還是當中國人 要當中國人的舉手 沒有人 所以我們沒有人要當中國人 所以我們有誰 說我們要成為中華民國 沒有 他讓我們重新選擇 我們常常在教育的 問大家一句話 如果讓你重新選擇 你會成為什麼人 這是真的 先讓各位真的重新選擇 你至少選日本或美國 你不會選中國 中國真的一點都不民主 而且他的軍隊真的很爛 為什麼日本他有把握 只要中國挑釁他 五分鐘之內 他是講十分鐘 還五分鐘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幾分鐘之內 他會讓中國的海軍衝衝不見 日本現在已經解放集體自衛 他可以反抗了 我告訴各位 他還沒有解放集體自衛權之前 他們規定 日本只能有十艘潛水艇 在海面上服役 十艘 那日本人 他也學乖的 他為了要保護自己的國家 所以他第一次 他用這樣的 他十艘 蓋好了 建造好的潛水艇 一年之後 一般潛水艇 可以下水服役25到30年 他一年之後 他除役 一年之後就存到北海道 所以一年除役 一年除役 他現在在北海道 他有超過120艘的潛水艇 隨時都可以服役 人也夠 所以他如果中國海軍挑釁他 在中國海軍看不到敵人的情況之下 中國海軍就已經全部被殲滅 你知道世界軍力的戰力報告 高級班會教各位 世界軍力的戰力報告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是誰 各位知道嗎 日本 所以我們不用怕 不用怕中國怎麼樣 中國根本不能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歡迎美軍親自佔領 我們現在敢這樣講 我們都不怕 今天就算 中國來把我暗殺掉了 我們還有千千萬萬個台灣人 會醒過來 因為你們都已經醒過來 所以我們根本不怕 像我這樣的 了解的 會跟各位講的 都有很多 他如果敢殺我們一個人 我們不使用武力 不使用武力 他如果敢像林義雄一樣 殺他的那個媽媽 美國這次就會出手了 不會讓他在現在這個21世紀 還敢搞這種 所以呢 中國佔領當局 本土台灣人不順從 沒有辦法生存 順從就被視同認同中國人 中國人兩面手法 讓本土台灣人進退為骨 淪為政治煉獄 本土台灣人現在採手 兩手策略回進 一方面 順從中國佔領當局 因為我們要暫時效忠 戰爭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連結美國跟日本 所以我們去年會一直 像我今年也會去 我希望各位 如果真的有機會 都一起去 去了解一下 做我們的制服 一起去日本 一起去美國 民政當局就是 在幫助美國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我讓各位看下面的一些 比較有趣的內容 好 這裡 讓各位知道 美西巴黎合約在1898年12月10號簽訂 美國陸軍少將 在1898年12月18號 在維持西班牙政府司法體制下 設立古巴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你看 他佔領了 他佔領了古巴 他在古巴是實施 那個西班牙的司法體制 所以其實如果按照這個 國際條約慣例 中國來佔領我們台灣 他要實施哪裡的 那個體制 司法體制 當然是日本 相對於美國 在佔領古巴 採取西班牙法律 治理 治理古巴的佔領地 中華民國在佔領台灣 沒有採行日本法律 而採取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明顯逾越 佔領國軍政府的權限 以美軍為首的聯軍部隊 佔領伊拉克 運作民政當局 伊拉克 2003年7月13日 美國外交官 以聯合臨時當局指揮官 為伊拉克總督身份核准為 伊拉克臨時治理議會的創立 好 這個他屬於美國的國防部 身為行政官 直接向美國國防部長報告 所以以上的慣例可以知道 台灣民政府的對口單位直屬 是美國總統的美國國防部 不是美國的國務院 所以目前 如果目前 我們去年也曾經遇到這樣的狀況 美國國務院 發命令給我們 跟美國國防部發命令給我們 他們兩個的命令是抵觸的 要聽誰的 當然是聽國防部 對 我們去年 我們去年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旅行政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旅行政見 一定要 台灣徒 所以 沒有 一路畅通無阻 你自己會去買票 自己會去驗票 當然如果你不遵守國際法 不遵守戰爭法 你寸步難行 你看 所以在2004年6月28號 當地時間上午10點26分 美國領導的聯合臨時當局 將有限度的伊拉克領導主權 正式移轉給伊拉克臨時政府 1949年8月12號 采用的日內瓦第四公約 是關於戰爭時間平民的保護 平民的保護 受到保護的人民及身份的對待 這是按照戰爭法不能處理戰俘 那請問一下當初 日本戰敗了 在台灣的日本人 他可不可以繼續留在台灣 當然可以 而且我們那時候很多的 台灣人已經有日本的名字 成為日本籍了 他逼我們全部要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或者回來 沒有你的財產要被沒收 這完全都不符合國際法 在戰爭日內瓦第四公約裡面就有講到 日本人 日本台灣人都可以繼續留在台灣 他沒有權力趕走我們 他不但趕走我們還殺了我們 還殺了我們的祖先 在日內瓦第四十九條 個人或集體強制遷移 如同僵受保護的人民從被佔領的領土 放逐到佔領國的領土 或到任何其他被佔領或非被佔領國家的領土 無論他的動機如何是被禁止的 所以那時候他希望 他真的希望 如果不是要靠我們幫他賺錢 但是希望所有的台灣人 通通通把他趕到日本 他們只要 他們也比較簡單 因為所有的台灣人那時候都懂得反抗 台灣人那時候比 中華民國流亡過來的難民多很多 他也會怕 所以乾脆全部趕到日本去好了 他們那個幾百萬人 三四百萬人直接留在台灣 佔領整個台灣 佔領國 不得將該國的平民人口 放逐或遷移所佔領的領土 不得 所以我們不能 日本台灣人其實都可以留在台灣 佔領國不得只是為了其國民建立殖民 而在被佔領地的領土沒收 所以自願遷移 或那個 離開也都要限制 結合軍事佔領 跟這次流亡的中國殖民 經由大量的中國難民移入台灣 改變當地原本的人口跟社會結構 導致當地的民族特性消滅 以及語言消滅文化消滅 藉由改變民族的特性 以變種的罪行 並不下於違反國際法的滅種 所以你們跟這次流亡的中國消滅 所以你們說 現在的註意 這個經由就是 這個經由是 這個經由有的 這個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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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失傳了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文獻的學者 他們在把希拉牙語找回來 你上網都找得到 佔領國不得強迫受保護的人民 在其武裝或者輔助部隊服役 以致呈自願入為目的的施壓或宣傳 是被禁止的 他現在宣傳我們可以自願入也是違法的 我們不能幫敵人當兵 你看他從開始把我們滅種 讓我們忘記我們是誰 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讓我們大家希望的概算 對吧 上述佔領法則可以知道 中國殖民政權在日本臺灣佔領地 到目前為止 依照征兵制度的義務役 甚至未來募兵制度的自願役 揭示違反日內瓦公約 這都是違反國際法 戰爭法 依照上述日內瓦第四公約佔領法則 檢驗戰後美國當局處置日本臺灣的合法性 國務戰爭海軍協調委員會 要求參謀聯席會 依照他們從軍事觀點的意見 將附件A裡面的訊息傳達給中國戰區美軍指揮 將你以回報附件B之中的電報 該委員會在公告該訊息傳達時 將一份附件A的副本給予國務院 然後附件B視為中國戰區美軍將領 所以在1946年的2月16號所發戰爭部的電報 改寫文你可以看到 有關從福爾摩沙遣返的日本人 福爾摩沙雖然確切的法理地位必須弄清楚 好讓這個總部去建議中國當局 接收具有福爾摩沙公民身份的日本平民所屬的財產 這到底在講什麼 這些都是機密檔案 各位上戰爭史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當你搞得越清楚你就知道為什麼臺灣不能獨立 為什麼臺灣不能建國 臺灣到底怎麼樣才能夠為國際社會所接受 我們才能夠回到國際社會 回到聯合國 回到我們的什麼人權的人權組織衛生組織 這裡面有很清楚講到 福爾摩沙的法理地位 如果不是日本國土 美國的軍方就有立場建議中國的軍方 因為是美國的軍方麥克阿瑟要求中國的軍方 來執行命令實施佔領 遣返福爾摩沙的日本人 接收他的財產 美國軍方有立場建議 但是 如果是日本的國土 則美國軍方有立場建議 中國軍方必須在萬國工法的架構之內 依照戰爭法保護 包括日本人之所有 福爾摩沙住民的生命跟財產 結果他們怎麼做 用唱的 他開始在中國實施 那時候我們最淒慘的 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我們都有遇到過 我們的祖先都有遇到過 為什麼都說蔣介石他們一家都是賊 開始 是庚哲有其田 然後他從那裡開始A 東ACA 然後375減租 他讓你農民覺得很好 他就想學共產黨那一套 然後實際上 他先把他全部打散 再一個一個集中到他手裡面 能搶就搶 然後人家 如果一個全家被滅足了 全家都被殺了 那財產就變成他的 然後變成什麼 稅法 什麼15年規定 沒有人拿到 自從那個期間開始起算消滅 然後就成為他的國有財產 從一剛開始就是錯的 到現在當然也是錯的 什麼叫國有財產 這裏到底是日本國土還是中國國土 各位現在知道了嗎 好 美國軍方對台灣人在1945年4月1號 因為明治憲法完整是群於台灣 成為正是日本國民的事實 完全不知情 所以美國軍方建議跟協助中國軍方 將日本裔的台灣住民遣返日本 在法理上是超過戰爭法的權限 另外一個方面 美國軍方在法理上明確是 太平洋戰區的日本福爾摩殺 誤認為是中國戰區的中國福爾摩殺 是戰爭史上最大的烏龍 這個裡面都很清楚在告訴各位 這是很嚴肅的課題 最後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現在我們要做對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中華民國這69年來 他想要把事情做對 他一直想要把事情做對 他想要讓中華民國回到聯合國 他想要讓中華民國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他想讓中華民國可以用中華民國名稱 代表奧運 參加奧運代表隊 他一直想把事情做對 他有辦法嗎 因為一剛開始就錯了 兩百年之後三百年之後 中華民國還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就是不能就地合法 佔領就是不能移轉主權 這是不變的事實 所以我們現在本土台灣人 我們要開始做對的事情 什麼樣做對的事情 我希望各位 我們一起來致力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讓台灣 早日可以用合法的身份 回到國際社會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